過去一個星期,有很多商界的猛人 向特區政府發炮 香港已經沒有競爭力了 人住人倉的高級顧問吳光正 透過他的辦公室發文 就說,香港已經失去國際中心之實 吸引不到,也留不住人才 現在全球已經有70個國家完全對外開放 民眾也基本支持和認同接受常態化的現實和放寬政策 吳光正便促請政府可以在10月前實行全面通關 讓香港人對外講好香港故事 亦給更多人來香港體驗一國兩制的生命力 吳光正這篇文章是8日推出的 超過2000字 題目是這樣寫的 就是唱通便節入境解控香港起跑 一開手就引用國家主席習近平七一講話的四個必須 習近平說話對用就引用 不對用就不引用 必須保持香港獨特地位和優勢 要托展唱通便節的國際聯繫等等 這就是吳光正引用 但你們所操縱的政策 就出來說 就說 現在習主席說的門面說話而已 現在又不是門面說話 適合你用又不是門面說話 好 好了 他亦都說 香港這個國際中心入境 不暢通不便節 和其他地方脫節 就失去了國際中心之實 他就說 Asia World City 有很多人覺得自己香港自費武功 吸引不到 亦都留不住人才 很多居港人士都離開香港 那防疫措施是否會令到有些人離開呢 其實也是 但是其實香港有些事情 是更加核心的問題 我們遲些有機會再說 那 這個吳光正質疑 他說 單純每天確診數字 就不能夠精準地表述實際疫情的嚴重性 我同意 因為現在是低估了嚴重性 他就說 全世界已經有70個國家完全對外開放 疫情爆發至今累積的經驗 醫療設備和藥物疫苗已經大大降低疫情的嚴重性 以及重症疫苗死亡風險 他認為在經濟和民生的考慮之下 香港政府應該積極考慮放寬防疫的措施 這個吳光正說 吳光正也說 吳光正也說 不少人認為 暢統變節事宜 不能夠不是 香港政府分內優先 商約 商約 中央政府所說的必須 分內事宜 不能夠將香港的獨特優勢拱手商約 不能夠讓其他人有機可乘 取笑香港 吳光正也說 盡早面對全面對外通開 有助港人去海外講好香港故事 亦都可以給任何人有機會來香港體驗 他也提到近年海外人士對國安法選舉法有不同的誤解 通關可以讓人看到 香港留港體驗 香港搞得行 能夠做的精神 體驗一國兩制的生命力 吳光正不是第一個 現在他是第三個地產或商界名人公開批評特區政府的政策 政協常委 西九文化管理區董事局主席唐英年 之前出席高峰會的時候 他就說政府應該研究對新冠疫情的調控未來可重 他就說 香港如果只是靠內循環就會內出血 建議政府和內地商討盡快通關 唐英年強調 香港必須和內地國際以及全球對外經濟交流 這些是廢話來的 這些根本一直都有這樣做 那為什麼 你們見到政府被人咀嚇的時候 你們不去停下政府 現在就咀嚇政府一份 商界這麼離譜 那麼 自由黨前主席 前行會成員田北俊 他也接受過 孔棍的訪問 他說什麼呢 他接受孔棍訪問 他是越洋訪問 孔棍、越洋訪問 因為孔棍 其實 他訪問田北俊的時候 田北俊是在英國的 BNO祖國那裡 當然田北俊當然不會在街上戴口罩 田北俊 他在倫敦接受孔棍的訪問 他就說 香港樓市 前景絕對不樂觀 這個就是多年來從事房地產和投資 這是田北俊 這是田北俊 一千萬的樓只要付一百萬首期 其餘九百萬 可以給買家三年後才可以分期付款 所以仍然有買家接貨 他就說二手樓就是另外一個世界 這個就是田北俊 不是田北俊 田北俊說的 這些事情有沒有道理呢 聽完他先說什麼 接著才集中駁斥 他就說 施永清 中原地產主席 都說旗下地產代理 找食間難 你就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老實說 找食難 其實很多人都找食難 地產代理 在過去很多年來講 找食已經被很多人相對是容易的 現實就是 有時候我們都要說 你說他找食難 但是究竟 是不是真的 你所說的 是不是真的找食難 還是他們一向找食容易 現在 難一點就叫救命 大把人都找食難 是不是 不過當然 這個田北俊 他當然要借這位 狂咀 這個特區政府 田北俊是慣性 是這樣的 他旗下 有一間叫萬泰集團 他收租物業的情況 他舉例子 他就說過去半年 不理會客量 也好 租金也是急速下滑的 他就說從未試過六個月 跌得那麼厲害 他就說根據他的觀察 香港發生 2019的政治風波之後 很多 外國大企業可能已經收到 本國政府通知 不要再在香港擴充業務和加大投資 這個是真的 因為他沒有說錯 其實最主要 外國大企業 收到本國政府通知 不要在香港擴充業務和加大投資 這個 最主要是國安法 之後 外國政府是說出口 這個是事實來的 國安法最主要 我告訴大家真相 不是單純是2019 這個風波 每一次 國安法 有個案子 外國政府 其實都是會跟大企業說 你去香港做事 你要當跟內地一樣 其實那個情況是怎樣呢 香港的特殊地位 其實 在很多人的眼中就沒有了 我講過事實的真相 這個也是講大實話 所以之前我都講過 其實內地 在某些情況下 可能的環境可能會比香港好 我講真話 其實是 有些人是很不喜歡聽真話 關國安法的事 那些外國的企業 他們 有些是不會理會的 有些政府說什麼 什麼彩你都沾芒果 但有一部分是 很坦白說 他們 特地都是會 將某些業務 搬去新加坡 其實已經有公司 在行這些事情 相信 在社會上打滾的人 都會聽到這些事情 Connie Chan 就說 商界人士提出這麼多意見 為什麼不鼓勵市民接種疫苗 現在這些言論有些過分 他們有些事情是很離譜的 整個商界其實有很多事情 老實實是 亂來的 我講個真話給大家聽 這個禮拜 就有很多這些 古靈精華的事情出現了 這個我確認了田少爺說的是真的 但是 他就說 他們屬於經濟最前線 透過樓市買賣租務 知道外國資金出出入入的情況 以及整體經濟大環境的走勢 他就說 1997年都沒有試過 像現在這樣 很多外國租客取消租約 原因就是他們做的公司離開香港 就算我們減租都留不住 另外一方面 就沒有新客員來香港 唯有叫其他區的租客來住 原本租開 30元呎 現在減到26元呎 現在只能夠這樣做生意 我講一件事給大家聽 現在 田少爺為何用這件事來講 其實他說的 跟行政會議召集人說的 是一樣的 他還要說的一件事就是 香港樓市跌是很多成因的 移民潮是其中一樣的 移民潮是其中一樣的 這是真的 但是 那個問題就是 現在還有一件事 你整個世界加息 中美關係緊張 這個田北俊也有說到 他就說樓市不會大幅反彈 這個也是真的 你加息那個就是最主要的影響來的 這個田少爺就說了 這個危機有急劇惡化的跡象 這個情況再拖半年就會累了很多小業主 這些人最壞的事情就是拿小業主來說事 很坦白說 如果小業主只有一間房子 他是不是都要住 是不是 樓市升跌對他有沒有影響 說話 就是有時候 有時候 這些人 他 就是消費其他人 還要說到為其他人著想一樣的 是賤格到不得之了 其實就是 小玉就說 那些地產經紀之前太容易 現在才是正常情況 其實我的看法也是一樣 其實他們現在商界叫一件事 其實就是要什麼呢 又是要樓市的辣椒 不是香港人 在香港買物業 一共要給樓價30%左右的稅項 這個就是物業印花稅額外收多他們的 因為 本港居民如果不是第一次買住宅 或者非香港永久居民 或者用公司名義買 現在都會收15%的 這個買家印花稅就是 2012年的時候引入的 這個稅率其實就影響不了香港人 這個 現在這個問題就是這樣說的 阿田少說 來香港買樓的人 或者外國投資者 都是內地人 如果政府規定 非永久香港居民 在香港買樓要雙重繳稅 其實就是針對內地人的 但是其實一直都是針對內地人的 這個法律 因為梁振英搞出來的時候 他一早已經針對內地人 他要港人港地 大哥 對不對 現在香港的問題就是 有一班人都沒有錢買 對不對 如果你現在鬆了那個辣椒 你的二手市場 是不是真的可以盤活它 某程度上都是不行的 因為現在大家都看到沒有什麼信心 第一件事信心沒有了 第二就是 那個加息那裡 都不清楚那些東西 對不對 你看到它很明顯是 那個利率是向上的 那怎麼會走去 無端端好像之前那樣 是不是都買的 有很多東西 其實是貨幣現象來的 現實就是 那個貨幣政策影響到 而且不是香港的貨幣政策影響到 而是 美國的貨幣政策影響到 那 那 Connie Chan 就說 田邊 毒蛇 少收租金 對他們沒有影響 每天都是 用這個 免頭幾張銀子 他們洗來洗去都是免頭的 田氏一家是 很老實這樣說 所以 他們現在說 要跟新加坡爭人才 很老實跟大家說 在外邊做慣事的人 他們不會選回來香港的 我老實告訴大家 就算 在西方國家被人歧視 被人歧視 會回來香港 去搶那些人才 其實那個問題 他們都是不了解 香港有太多東西 現在 給人的感覺是很差的 其實跟他們 從政那幫人 是很有關係 他們從政那幫人 得了勢的那幫人 還有 你看到現在香港那幫有錢人 有些有錢人不是全部 我不會一足高打算 然後有一部份有錢人 他們做什麼 你看得到 他們做的事情 不是很妥的 XL 我們公司現在經濟那麼差 但是地產商仍然加租 親身經歷 其實事實上是 所以我就是 現在他們那幫人 已經是出來 又是玩東西的時候 好了 不要說那麼多了 我也很累了 休息一下 然後 今晚 看看有沒有機會直播一下 有的話再見沒有 明天早上 再見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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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